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主要上海人应该这个叫玉兰花香 因为我是80后 小时候都带过那个玉兰花 就是在街头老婆婆卖的 那个时候的那个记忆 就真的是嗅觉带来的 我的话就是我不是上海人 但是我觉得如果让我共鸣 一杯咖啡余味悠长 美好生活我们且细细品尝 那就是一个陪伴你一个悠长的日子的 一杯很简单的咖啡 我想到其实咖啡 我就想到比如说有唇 这个唇可能是唇粹的唇 也可能那种干净的唇 也是那种唇香的唇 想也是一个关键词 这个想呢一个人独想也非常惬意 跟朋友们分享也非常其乐融融的一个 一个面料 我确实是上海徒生徒长 这样从小在弄堂里跑大的 我其实倒想开一个就是在这样的很有生活气息的居民区里面 比如说资饭糕配美式 还有比如说双酿团配一个美式或者配一个拿铁都可以 尤其带有儿时的这种回忆的配上现在的咖啡 然后店面就把它装修的一过来一看 以为是一个小点心餐 但是卖特别棒的手冲 最好 你可以聘请上海当地传统的老爸爸 老爸爸 然后呢卖咖啡的同时给你唠一唠 老上海的故事 老卡拉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有意思 对挺好的 再来一个平坛的表演 我觉得应该还挺又挺好的 可以 我觉得非常好